以巴戰爭引發歐美多地示威 法國正處於高度警戒狀態慎防恐襲 星期二傳出巴黎發生警察開槍事件 事發在費朗索瓦密特朗圖書館車站 一個大面紗的38歲女人 在早上班人潮高峰時間 在地鐵站內高呼伊斯蘭口號 包括真主偉大 又聲言不會引爆炸彈 又乘客報警 警方到場要求她冷靜 並展示雙手姓名無武器 女人未有跟從 更加進一步靠近警員 兩個警員隨即連開八槍 婦人腹部送彈一到危台 送院後情況穩定 法國政府初步調查發現 女人有精神病歷 2021年曾經因為威脅警員被捕 不過今次事發現場 未有發現任何炸彈或武器 現場調查女人的背景 又會調查警員是否正當用槍 法國多地過去幾個星期 相繼傳出恐襲威脅 多個旅遊勝地和機場一度緊急疏散 加上上個月中 一個女教師被學生刺殺 據報學生行空之前 亦都曾經高呼真主偉大 令到當地氣氛更加緊張